今天我們要來看的是高階語言這部分 高階語言 各位應該都用過 像B這一個不太能講 非常高階 但是他算是高階語言 現在有很多更高階的語言 特別是像動態語言 像今天早上我還在寫JOSPIN的程式 那這個語言就非常要高階了 那你如果可以做的事情 一行可以做的事情 然後比另外一個語言多的話 那通常我們會覺得這個語言比較高階 那高階語言的設計 其實是一個不容易的事 那這個發展了很多年 從一開始有電腦開始 大家是寫組合園 再更早是寫機器園 那機器園和組合園 各位在前面的幾張應該都學過了 都大概知道怎麼寫 那但是呢 如果今天 我們用機器園和組合園來寫的話 今天應該不太可能寫出一個這樣的 Windows 系統出來 那一定會被搞死 所以像 Windows 而言 他的基本上是用C語言寫出來 那很多 很多的作業系統幾乎都是用C語言寫出來 那但是呢 現在其實也有一些作業系統開始採用其他的語言來寫 那譬如說用C++寫也是比較常見 那用 Objective C寫 那這是像定文 他是之前採用這樣的模式 那慢慢的你會發現語言呢 越來越高階 然後越來越偏向於動態可以自行 那我們今天要來看的就是高階語言怎麼設計 那設計完之後呢 我們怎麼樣子設計一個高階語言可以自行的環境 那怎麼樣子設計編譯器 怎麼樣子設計直譯器 那不只可以用編譯還可以用直譯 那像很多語言其實都已經變成是混合語 就是編譯加直譯 什麼時候編譯什麼時候直譯 是有它的區分 那通常是編譯的時候是為了加快速度 那直譯的時候是為了彈性 那一旦弄成編譯加直譯呢 就是又快又彈性 那高階語言的核心 基本上是語法理論 那這個語法理論有一個東西叫做生成規則 那生成規則 在大概一九六幾年的時候 被幾組人重複的發明 那第一組人呢 是來自電腦的領域的 叫Bekas-Nuron這兩個人 那Bekas-Nuron這兩個人呢 發明了一個生成規則領域法叫做Bekas-Nuron 所以就簡稱Bekas-Nuron 那這個 這個語法後來又被那個Niklas-Werth 然後呢修改 然後變成一個比較更容易寫的形式 那叫Bekas-Nuron 那用生成規則來寫國際程式喔 那基本上這個理論是很成熟的 有一門應該有好幾門課跟這個有關係 第一門課是我們這門課也算同 再來的話是天意氣這門課 跟這個生成規則很有關係 那另外一個是正規語言 有一門課叫正規語言 但是我們系上沒有拍 在很多其他學校有拍 那那個是比較偏理論的 那也是討論像這種生成規則的 語法能力多 那另外一個是 我在系上之前在四年級有開過 叫做計算語言學 那計算語言學這門課我們裡面會講 也是會講這方面的語法理論 但是我們重點是在於自然語言的主力 也就是講中文和英文的中語言的主力 那那部分算是我做了比較久的一個主題 那我曾經從1995年左右開始做這個主題 一直做到2002年左右 那所以做了蠻久的一段時間 那那時候在中文醫院當研究助理的時候 就開始做這件事 那所以這方面的東西其實很多 那另外像人工智慧裡面的部分 它也會牽涉到這種語言的部分 那像如果你要做語音辨識 語音合成 然後呢 後續的那些處理 當然也會碰到 那如果我們要去用生成規則描述了一個語言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生成規則來寫一個對應的火系程式 那這個火系程式通常可以把一個一個程式語言轉換成一個語法術 然後再對語法術進行解憶或編譯的動作 那有時候是一邊一邊掃描一邊就轉換 那現在很多都是這樣做 那我們來看一下編譯器和植液器這兩個主要工具 再根據生成語法所設計的主要工具的差別 那第一個植液器呢 就是直接用程式去解讀你的那個語法術 把它變成語法術之後直接解讀 那不需要產生機器嘛 那直接用軟體的方式去模擬 所以我們就稱為植液器 那編譯器呢 是利用程式把語法轉換成組合圓或者是木地嘛 那這樣的程式就被稱為編譯器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哪一個會比較快 編譯器應該會比較快 植液器應該會比較慢 那但是像我們在下下章還會有一個叫虛擬機的主題 虛擬機它其實也是一種植液器 但是它不是解讀那個高階語言程式 它是解讀機器碼 直接去解讀機器碼這種東西就稱為虛擬機 所以它也是一種植液器 那我們來看一下高階語言的一些歷史 那在1954年的時候 第一個程式語言被發展出來了 第一個高階的程式語言叫Culture 那1954年 1954年離現在多久 大概快60年了吧 將近60年 明年就60年 那Fortran Fortran的發展其實帶動很多其他語言的發展 為什麼 因為Fortran的發展 發展者就是Begas跟Nur 所以他們會發展出 Begas跟Nurfoam其實是有它的道理 因為他們去設計第一個程式語言的時候 發現我需要一些理論來知道 我怎麼寫這個程式 所以他們才發展出Begas跟Nurfoam 那後來呢 就有像COBO 這個L 轉下來 COBO ALGO CLISP ELY PASCAL SMOTOKE IFO 然後呢 C++ SMOTOKE 80 Enter Python Python Purl TCL Ruby Java 這裡漏掉一個很重要的 這是我們剛剛說的 Java screen 就在這邊沒看到 下次應該要補上去 好 那LISP是人工智慧的一組 一個月年中 那 它也是影響到蠻多人 LISP從1958年就發展出來 那 那 發明他的人叫做 John McCarthy 那 他一直到現在其實都還有不少的粉絲喔 始終的粉絲 那 接下來 Gloro 大概就 幾乎沒有衍生出其他的語言 但是他是一個很奇特的語言 他是用邏輯的方式 在做推論的一個語言 那這邊有很多很多 各位現在用到的Java screen 這些Python 這些是目前比較常被使用的 好 那另外一個是Java screen 那C元 C元1972年左右被發展出來 那到了1982年有C++ 那C元Evoker也影響了很多層次 也能像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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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一次就把它處理完 其實是很困難的 所以通常我們會分兩個層次喔 第一個層次是詞位 那第二個層次是語句 OK 那如果 我們先把詞位層次的處理完 然後再來處理一句層次的 然後比較容易 那這兩個其實都可以用生成規則描述 那一個 這個詞位層次的通常 我們會使用Regular Exploration 那 各位如果用過Regular Exploration 的話你會發現 現在寫層次幾乎缺少不了它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技術 那它是一個小技術 但是非常重要 那一般來講 如果 直接拿這個東西給你看 不懂的人 你會發現它好像一個 一堆亂網 那懂的人就會發現 其中 呃 比對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是 是很強 小巧強力的一個 表示 好 那生成規則 是 剛剛我們講說 OK 程式員這邊 Fegus 就是潘洞網在做Portrait的時候呢 發展出了 一組 叫Fegus 其實它也是生成規則 那 在 也差不多 就是那個時候 一九五幾年的時候 近代語言學之父 他呢 他呢 提出的 一個叫做 深層語法的理論 裡面其實就正式 提出了生成規則這個概念 那那時候可能 他們之間有沒有互相了解 來記住 但是 嗯 你會發現 這是一個跨領域的東西 他在 電腦領域 跟 語言學領域 兩個 領域都對這個東西蠻注重的 那如果各位 有人 喜歡看語言學的東西的話 你可能會 曾經看過這個東西 我曾經看過這個人 Chomsky 還有 還有 曾成語法 那Chomsky好像還模著 我印象中 前一陣子 他好像 還扯上跟台灣某些關係 那因為 某些政治上的 事情 好像有人去找Chomsky 來站台的感覺 好 後來呢 我們繼續看 那如果我們今天 用生成規則來描述 Chomsky的目的是描述 自然語言的語法 像 中文和英文 當然 這種 要描述 沒有辦法描述的 百分之百很好 那 對程式語言 他就可以描述的百分之百很好 那 Begg Small Phone 他這 基本上就是 就是生成規則的一個 弱詞 那 他很適用 而用來寫 描述程式語言的語法 那 Begg Small Phone 是 是為了描述程式語言而發展出來的 那 生成語法 是Chomsky為了描述自然語言而發展出來的 最後兩個事情 基本上 就是 同一件事 他都可以描述 Legulate 可以描述 當SB 甚至可以描述更多 OK 那 這邊 我們來看幾個例子 BNA補餘法的例子 如果今天我說S會產生A和B 我這邊如果用大寫 大寫的部分 通通都代表是非中端項目 也就是他會繼續產生下去 會繼續產生下去的 叫非中端項目 那 如果 今天用小寫 外面方起來的 那這種就是 中端項目就是一個字 或一個字 字 那 我說S產生AB A又產生A或者B B又產生C或者D 那 請問 S這個語言會產生的是哪些呢 那 各位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這個語言的話 A可能產生A或B B B可能產生C或D 所以他應該會產生AC 或AD 或BC 或BD 這四種可能的情形 所以 他說產生的語言就是 就是這樣子 這四種分別 好 那我們來看一個比較有 有用的例子 這看起來好像沒什麼用 好 有用的例子 我們來 描述一個超簡單的英語語法 超簡單的英語語法 一個句子呢 可能是一個名詞 空格 加一個動詞 OK 那如果這個名詞 OK 這裡N 應該是 這A應該是N 這裡寫錯了 這A應該是N 然後B應該是V 好 那 N呢 產生Jung和Mary V產生Is和Tokes 那這樣它會產生的語言就 Jung is Jung talks Mary is Mary talks OK OK 那這部分 也是很實覺 但這兩個其實基本上是同一個形式的東西 只是一個寫的比較簡單 一個詞會比較長 OK 那接下來我們也能不能用這種生成語法來描述 像數學運算式 OK 那如果可以用來描述數學運算式 那我就可以用來 各位在資料結構裡面 應該修過這個組織 前序中序後序 那你為了要解憶那個數學運算式 你要去做什麼前序中序後序 然後運算值的優先順序啊 之類的 然後就搞得很複雜 有沒有人自己寫一個 運算式解憶器 有 那 當你寫過之後 你就會發現 這個東西不好寫 好 尤其是照資料結構的那種寫法 不好寫 那你照生成語法的寫法 不會太難寫 有理論背景指導之後 你會發現 這種程式 不是真的那麼難寫 好 那 這種語法 有時候你定的不好 可能會造成一些問題 那我們先看一下 以這個簡單的數學運算式 而言 你可以看 1產生N N產生0到9 N就是Number 產生0到9 加 加就代表出現一次或以上 所以 所以 1產生N N產生0到9 N是數字 所以 1就是產生數字 或者是 1加減乘除1 OK 1加減乘除1 那也就是說 它會產生另外一個1 然後 後面跟著一個加減乘除 其中一個 再跟著另外一個1 OK 那這個會產生的例子 有像這裡 1產生N 那N產生3的話 就是3 如果1產生 這個1加減乘除1 OK 那前面這個1 那又產生N 這個N 那 這個N呢 13 後面這個1呢 又產生N 這個N呢 15 就變3加5 OK 那如果呢 再更複雜一點 你還可以產生像這麼複雜的一陣子 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些 例子 那 這種 這種產生方法有時候會 會 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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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有時候呢 同樣一個事實 如果呢 我 我做不同的產生 那會是不同的意義 那今天對 對產生而言 這個問題不大 但是對編譯 或者是建立於法術而言 這個問題很大 因為 如果 如果 我今天 輸入的呢 是3-1-2 OK 這樣一個式子 結果 根據一把數來比對 一直往上長之後 它有可能長出兩顆數 第一種數 它是長成這個樣子 3-1-2 第二種數呢 是長成3 然後 減掉1-2 OK 這樣的結果呢 你會發現這兩個數 它的意義是同的 好 這一個 3-1-2 結果是0 這個 3-1-2 結果是4 那 你電腦絕對不能允許說 我有時候變異它產生0 有時候變異它產生4 那 那完蛋了 那你到底 到底這個整式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 當這種狀況出現的時候 這代表你的語法書 的 語法設計問題 所以 當你在 做語法設計的時候 要小心 這種 會產生奇異性的 狀況 好 那 層次元的語法是不能有奇異性的 那 否則的話呢 有時候0 有時候4 那層次設計師就沒有辦法確定它的執行結果 會混亂 然後 如果你是那個層次設計師 你可能會發風 因為出錯 然後 出不完 好 那 怎麼樣子 設計一個 沒有奇異性的數學運算式呢 這邊 我們就可以 把運算值的優先順序給猜出來 而且呢 不要兩個都是1 不要前後都是1 讓它每次經過一個運算之後可以下降一次 這樣子的話就不會有奇異性 那 舉例 3 以這個語法術而言 它的加減乘除是 是加減先 先乘除後加減 越往下的話呢 是越先的 所以是先乘除後加減 所以就不會有那個問題 當你寫3加5乘8-4除6的時候 一定是5乘8先做 接下來4除6再做 然後最後加減4最後做 好 那 所以當 用剛剛那個語語法來產生 這一個 四指的語法術的時候 你會看到像這樣 OK 那 只有一個 不會有奇異 那 有時候 有時候這種 一個 一個符號產生 另外一個 跟自己一樣的符號 這種狀況 稱為左地毀 那 如果有左地毀產生的時候呢 有可能會導致 無窮地毀的當機 所以這時候呢 其實是可以改變它的語法 變成VDNF 來消除左地毀 但是 其實也不一定要這樣 你只要加一個判斷 或者是把左地毀的這個 1 把它改到右邊去 那 前面呢 就用另外一個符號 這樣就不會導致 無窮地毀 那 這邊 我們 先把這部分講 然後 我們就來看一下實物 EBNF EBNF呢 它是 BNF的延伸 它加入了一個 迴圈語法 什麼叫迴圈語法 像這邊 是BNF 它有左地毀 有沒有看到 E產生E 加減T 那 這如果改成 用EBNF 你把E產生P 然後呢 括號 加減T 信號 這信號 代表出現零次或以上 OK 那你說說E要嘛 產生P 要嘛就是繼續產生加減T OK 那可以很多次 可以很多次 那當你把BNF 改成EBNF 之後 你的火溪器 會更危險 AE器也會更危險 好 那我們 這裡 所採用的 符號 其實 嗯 這種 這種 BNF 其實沒有 非常非常嚴格 固定的語法 如果你用 Begg-Snoo 我當初的 的 寫法 當然是會固定 但是後來有很多人改造 所以每個人用的都不太一樣 那我們所用的呢 有點 取了那個 正規表達式 Restory Expression的 一些 五號的用 那所以當我寫A到Z A到Z的時候 代表所有的英文字 OK 我寫0到9 代表所有的 數字 那 當我這樣寫的時候 我寫A到Z A到Z 信號 代表出現零次 或以上 加號 代表出現零次或以上 加號 如果我用大括號 刮起來 就是 框住一個範圍 我後面可以加信號 或加號 代表重複的次數 那 信號代表重複零次 以上 加號代表重複一次 以上 問號代表重複零次或一次 這都是Restory Expression的用法 好 那這邊我們看到 語法理論 差不多看完 語法理論 你就來看一下實作 為了不要太複雜 我把計算語言學裡面的東西 稍微拿出來一下 好 那這是我之前寫到一半的一個書嗎 來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好 如果今天呢 我們 想要 生成一個 像 不講 不講火烯 我講 生成 不是做編譯 而是做產生 如果我想做產生的動作呢 那我們 我們可以產生像這樣 他是亂數 亂數去產生 然後產生 一堆的數學運算式 那我要怎麼做呢 我們 這裡有兩個層次 我們稍微 下載一下 好 那我把它下載下來 放到 Musty 對 Mu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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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們來解約說 好 那你會看到有個GESG的 資料走出來 那這些ESG證詞 先不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測試 他有用到一個彈刺庫 到最後你會發現 依賴很多整合開發工具 其實不見得是好事 這裡是我們的產生 剛剛產生 那個 那個 這一個鋁法 的程式 那我最後的T就產生 這裡應該是最後的 T 應該是F 最後的F就產生3 那我們來試一下這個層次 你可以看到他的基本上就是 主層次產生1 OK 那這個E 又產生P 然後產生一個加 然後再產生D OK 所以都跟這個對應 那E又產生F 然後再產生一個層 再產生F 這個是對應的 那F又產生3 OK 那所以我們就 這樣做 那我這個程式呢 不需要函視庫 因為我沒有用到 除了冰的F 以外 有用到其他函數 那這樣我這個程式會產生什麼 看不出來他會產生什麼 E產生P 那P又產生F 最後F產生3 所以呢 這邊會是3乘3 對啊 對 那就是3乘3加3乘3 OK 我們來看一下是不是 所以呢 我先 好 那我們這樣編譯 一下 OK 編譯完成 好 對 沒錯 產生3乘3加3乘3 有沒有感覺到 其實生成語法在生成方面是很容易 那你會覺得 我幹嘛產生一個 是3乘3加3乘3 我那我這樣子 自己用PrintF Print 3乘3加3乘3不就好 幹嘛 這麼大被周章 但是 接下來的東西就沒有辦法那麼 容易做 來 我們再繼續看這個 GES-1 GES-P1 這個GES-P1呢 你可以看到 OK 1 然後產生P 然後呢 P產生3 那這個會產生什麼 你應該看得出來 這個比剛剛那個還要更簡單一點 只是他把 這個比法印出來 E產生T加 T嘛 T產生3嘛 那應該就是 3加3 OK 好這更簡單喔 那確認一下 GES-P1 OK 好就產生3加3 不錯 那再來看 ES-P2 GES-P1 R 這裡有一個 GES-P 我們開始來看一下這個版本 R是代表有亂數 有random random 的版本 那我這邊呢 連續呼叫十次的E 連續呼叫十次的E 那為了每一次 輸出之後 也換它 就是一個一個N 寫線N 那這時候呢 就是連續呼叫十次 那 P呢 會產生什麼 E會產生P 接下來呢 是 從加減裡面選一個字 從加減裡面選一個字 那這個rand chart呢 是我已經寫好了 寫在哪裡呢 寫在這個 rlibc 裡面 OK rand chart 好 我怎麼做呢 就是 有一個集合法 對不對 這是一個字串 那我呢 把它裡面的 裡面的 一個亂數的字 取出來 就隨便選一個字 rand會產生一個很大的整 亂數的整數 對L1N取余數之後呢 就會產生一個0到L1-1之間的數 對 那0到L1-1之間 減1的數 就是i 那我傳回seti的話 就傳回 其中 亂取一個 一個字 譬如說我如果 寫rand 0123456789 那它會 產生一個隨機的 0到9的數字 OK rand chart 那如果今天寫rand int呢 nt呢 n 就是說rand的int 10 那它會產生0到9 之間的一個整數 如果我寫rand int100 那會產生0到99 之間的一個整數 OK 就靠這兩個函數 我們就可以來做亂數版本 那亂數版本我們做來看一下 這邊就是說 加減隨便取一個 這邊呢是乘除隨便取一個 那這邊f呢就產生0到9隨便取一個 OK 那這樣會產生怎麼樣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叫GESPR GESPR 你會看到 它產生就這樣 每次產生可能都不太一樣 不對 因為這個我沒有去 故意設亂數 讓它隨機性 所以每次產生都一樣 那如果故意讓它隨機性 就會產生不一樣 那以這個例子而言 我們沒有去設亂數種子 OK 好所以 LID 好 那 你可以看到它 如果我今天產生100個 那應該 也會 大部分都不一樣 有時候有可能會重複的 OK 你看看到產生了100個 隨機的運算式 但是呢 這個隨機運算式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 總是什麼除什麼 或什麼乘什麼 加上什麼乘什麼 或是怎麼出什麼 OK 那 這中間是加減 那這邊是乘數 就長度一定是這麼長 你這樣要怎麼樣產生一個長度不定長的 的 的 一個運算式 你可以只塞一次決定 我要不要繼續產生下去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你就可以產生不定長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有沒有產生不定長 GESBR3 我們就產生不定長 你可以看到像這樣 那有時候只產生一個數字 結果有時候產生會這麼長 這個 我們來試試看 先看一下 GESBR3的程式 這是GESBR3的程式 那 它呢 是 一一產生 T 這裡用的EDNF 用了EDNF 就是 延伸性的DNF 那這個信號代表說 一個回圈 可以零次或多次 這個問號代表 零次或一次 OK 那 啊 這邊呢就是 最後的T要嘛產生0到9 不然的話呢就產生括號1 所以它有括號 那我們就根據這個語板來寫 那 在這裡 不叫死字的1 那就會產生四千 其實 這裡好像多了一次1 那一次1其實不必要 好 那接下來呢 你會看到這裡 1 產生1 然後呢 如果亂數呢 小於3的話 繼續產生1 那這個你可以調啦 如果小於5 或小於8 但是你如果數字越大 那它產生的就越長 如果你這個數字給它調到10 那它就一直產生下去的大字 OK 所以你就可以 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 這個T呢 又產生F 那請注意這裡 是用Y 對不對 因為這裡是產生 很多次 0次以下 是星號 星號是產生 產生0次以上 可以 可以很多次 那這邊呢 是問號 問號代表說 最多只能產生一次 可以不產生 但是最多只能產生一次 那這時候就用Y 就可以 OK 用Y 那這邊呢 F呢 就 就 就 它要嘛 就產生這個0到9 要嘛就產生這個 括號1 那什麼時候產生0到9 和什麼時候產生括號1 一樣投筛子決定 譬如說 如果 取randomID 10 也就是要產生0到9 如果這個東西小於8的話 那我就產生 數字 否則的話呢 就產生括號1 那我這樣子做 就可以來編列一下 GESPR 3.z GESPR3 好 那你可以看到它產生出來 像這樣 有時候長 有時候短 如果你讓它多產生一些範例 你會發現它會 長得 都不太一樣 而且長短 你都不一樣 OK 有時候長 有時候短 有些長到很長 有些短到很短 OK 那這就是深層語法 深層語法從深層面來了解 很清楚 從火系面來了解 蠻困難的 所以我們先讓各位從深層面來了解一下 深層語法 那我把這一個 房子 貼上色彈上去 那請各位呢 現在去下載這個層次來實行看看 那請各位呢 現在去下載這個層次來實行看看 剛好也要下課 所以我貼上去 我們就可以 下課休息一下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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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層次來 這個層次來 好 這是 深層語法 的 深層運算式的部分 請各位 去下載 這一個 整個專案檔下載下來 然後解壓說之後 每一個執行一下 看看他的結構 看看他的層次 好 謝謝 謝謝